针对刘华财上阵八六拜议席引发的争议 人民公众党宾州巴扬巴鲁国会议员沈志勤就言语说 宾州有18个华人占多数的选区可以选择 刘华财却偏偏要上阵八六拜这个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 这让他感到很不解 民政党有18个席位 他也是可以在巴扬国大上阵的 好像以前林昌佑就是在巴扬国大 一个传统的华人区那边上阵 为什么这个刘华财不能在一个华人区 90%华人区那边去上阵呢 为什么一定要去到一个巴扬巴斯的一个 这个60%以上马来人的选区 65%马来人的选区呢去上阵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他可以跟这边的选民做去解释 沈志勤表示虽然刘华财来自敌对阵营 但他对刘华财上阵周选一波多折的处境感到同情 他更透露刘华财原本要在直落斗哇上阵的 但因为遭到盟党伊斯兰党的拒绝 才争取上阵巴六败 但是同样也遭到一党的反对 他认为刘华财有必要向巴六败选民解释 为什么要上阵这个选区 谢谢大家 来吧 谢谢大家